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 暗驱突围 你真的暗驱现弹枪到底哪把最强? 暗驱突围 你的暗驱遗憾到底是什么? 另外暗驱最有威射力最暴力的枪械 那还得是现弹枪 而最好用的现弹枪是哪一几把呢? 0.5mm SPR-130 优点的价格非常低 两发子弹能迅速激发 近距离命中能秒人 缺点就是命中不了就完蛋 两发子弹容缩了一滴 第五名MP-133 优点的价格也比较便宜 获取简单 并且无需弹架 节省空间 六发子弹容缩到比上一把高一点 但缺点就是属性实在没法看 各方面都比较低 投入和收获不成正比 第四名M870 可以说是上一把改进行 优点还是便宜 各方面属性比之前两把枪略有提升 滚龙减拉机神器 缺点就是射速太慢了 但某些紧急情况表现并跑 第三名DP-12 也算是双管裂枪的升级版 威力高 性价比也还不错 近距离作战确实好用 但奈何前装速度慢 射速慢 第二名USA-S12 优点游戏中唯一一把 全自动射击模式的散台枪 看到这把枪 你的腿感觉到疼了嘛 去航也比较强 能改20发弹夹 缺点就是缺了连属性 并且不太稳定 第一名S12K 虽然会半自动的枪 但是有较快的射速 和较高的爆发力 而且这把枪的上限高 除练的用着绝对没有问题 当然不除练 还不如第二次参码的线弹枪 巨航也不差 缺点就是不易上手 并且不是很便宜 总体来说 这几把闪电枪都不用这么改 拿上来就可以直接用 顶多改个弹夹 性价比其实都没太大问题 与上为主观排名 所以你心中线弹枪排名是这些 所以暗区的遗憾到底是什么 是再也不会亮起的好友列表 是一个又一个离去的老玩家 是在最后一刻被老鼠抱头的无奈 是四格的你遇见六格的他 是永远出不了的大金 是十个赛季从没见过的机密文件 是再也回不来的艾维塔 是从没遇见过的女玩家 是无数次在破产的边缘徘徊 是再也回不去的SE 是根本没有人在意的卡莫娜 但是还好 还有屏幕面前的我们 还一直坚守在暗区之中 暗区有太多太多曾经的回忆 这个我热爱的游戏 我由衷地希望能越来